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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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介绍一下二次函数 什麽叫二次函数 一个词词写出来 像这样子y等于几 as平方加bs加c 在a不等于0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数学上把它称为二次函数 这样行不行 那我谈你讲 在数学上有x有y 基本上就可以畫圖 這時候圖形畫出來是一條什麼線 拋物線 這樣可不可以 來老師來探討一下 這基本上在國中時都教過 對吧 所以我們大致上來複習一下 第一種狀況叫A代0 好不好 也就是平方這邊係數是正數的時候 老師可以知道這拋物線開口朝散 這樣行不行 什麼叫開口朝散 來我畫一個直角做標準來理解 叫A代0的時候 老師可以預測這個拋物線畫出來開口朝散 這樣行不行 以開口朝散而言 圖形有沒有最高點 沒有 但是這時候有什麼點 有最低點 對Y軸而言 Y軸越高越大 越低越小 這時候有最低點 有沒有看到 可見這時候Y有什麼值 最小值 對吧 這時候Y的最小值值能在這邊 還可以低下去嗎 不行了 但是這時候最高的 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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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延伸延伸對不對 所以Y有沒有最高點沒有 所以說這時候最低點 可見Y有什麼值 最小值 這樣行不行 同理 你看一下 叫A小A0 A小A0 代表這個泡物線開口槽 下 好不好 以圖形而言 我們會畫出來一個泡物線 開口槽 下 以開口槽 下而言 這圖形可以無限延伸 所以說找到最低點嗎 找不到 這時候圖形有什麼點 最高點 對吧 對Y軸而言 Y軸越高越大越低越小 這時候有最高點 有沒有看到 可見Y這時候有什麼值 有最大值 這樣行不行 那你觀察一下下 不管是這個最低點還是最高點 這兩個點 都稱為泡物線什麼點 頂點 對不對 所以說我要求最大值最小值的時候 麻煩你要利用什麼 用頂點來算 這樣行不行 那問題來了 頂點怎麼算 我們複習一下 從泡物線的頂點方法 只要有兩種 第一種叫做配方法 第二種叫公式法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可以用這兩種方法 去把泡物線頂點坐標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好 什麼叫配方法 基本上同學們在國中時都學過配方 對吧 那如果說你配方法不會同學 麻煩你去看一下 代碼A63A01AE的地方 老師在這邊有介紹配方法怎麼算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這邊後就不再介紹 這樣行不行 不會同學不會配方同學記得去看一下 這樣可不可以喔 好 我們去假設後 去把這東西給配方行不行 怎麼配方 去把A給提出來 對吧 提出來之後可以配成多少 A被了S-H平方加K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去假設 我們把這個泡物線配方 配出來是這個樣子行不行 配出這個樣子之後 我去定 這邊會是0 但這邊是0的時候 可見AK就自己H AK是H帶進去 0加K就自己K Y就自己K 所以說這時候我知道令它為0 算算AK自己H 帶進去Y就自己K 所以說這時候頂點坐標就自己HK 這樣行不行 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公式法 好不好 把頂點坐標算出來 怎麼算 直接代公式這樣行不行 把Y等於S加BS加C 把這ABC找到 代入公式 頂點坐標怎麼算 A軸是負的2A分之B Y軸是負的4A分之B 一番間幾 4AC 把這ABC找到 把它帶進去 一樣 代入這個公式 一樣可以把這頂點坐標給算出來 行不行 可不可以 算出頂點坐標之後 我剛剛講過 頂點坐標 好不好 頂點坐標不是最小 就是最大 不是最低一點 就是最高點嘛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把頂點坐標算出來 老師可以知道 但 AK等於幾 H的時候 我Y會有極值 位置叫極值 因為這個Y值不是最小 就是最大吧 所以Y有極值就是幾 K 這樣行不行 這也是一樣 當然S等於幾 負的2A分之B的時候 這個頂點坐標的Y值 不是最大就是最小 所以Y有極值是負的 4A分之B一番-幾 4AC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到這邊 麻煩你先把我拋物線頂點 求極大值極小值的觀念 先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 OK 好我們看一下這題齁 我給一個FS好不好 這FS是一個二次函數 麻煩你去把FS最大值算出來 怎麼算 二次函數最大值最小值 基本上是出現在哪邊 頂點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麻煩你一件事情 先把頂點坐標算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怎麼算 我把這個FS把它改成多少 Y等於-5A十幾番加12S加5 行不行 好 麻煩你開始來配一番 配一番怎麼配 首先你看一下 領導係數是幾 -2 所以說麻煩你把這邊 前面的地方先提出幾 -2 一把這邊提出-2之後 你看一下 這邊可以寫成 S十幾番-幾S 減掉6S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先把這邊領導係數 就是把-2給提出來 提出來 提出來這邊剩下S平方 這些剩下 減掉6S這樣行不行 尾巴加5不動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開始來配一番 麻煩你怎麼配 把這-6D番 把它抓起來除以幾2 變幾-3 所以說這邊可以直接配成 AK-3的平方 這樣行不行 但是問題來了 AK-3平方 你把它乘開自己 S平方-6S加9 這樣行不行 這前半部 S3-6S有沒有一樣 有 這邊多一個加9 對不對 對吧 老師問你那-2乘9是幾 -18 所以前面多一個-18 後面要加上幾 18是不是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齁 所以說這整個配得出來的自己 Y等於幾-2H平方 -2乘3A-3平方再加7 23是出來了 可靜老師可以知道 頂點桌標是幾 麻煩令他為0 可見AK就自己3 對吧 AK是令他為0 AK是3 帶進去之後 Y就等於幾 23 所以頂點桌標是幾 3 23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寫到這邊的時候 老師可以知道 今天這是一個跑股線 前面什麼號 -5號 所以說圖形開口 好 想 這時候頂點是什麼點 最高點 但頂點桌標是幾 3 23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單 AK等於3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 Y有最高最高到幾 23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單 S等於3的時候 Y就有最大值為多少 23 試出來了 可不可以 麻煩你先把這邊 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們再看下面 OK 好 我們看一下這題 我這邊給一個 Y等於幾 S3-4S多少 加5 行不行 麻煩你再 在這兩個範圍之下 去把他最大值 最小值把他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怎麼算 基本上 你看一下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 基本上是幾次 二次 這樣行不行 他二次圖形是個什麼線 拋物線 對吧 求最大最小值的時候 不管 麻煩你 先用配方法 去把頂點桌標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我們先算頂點桌標 好 我們用配方法 行不行怎麼配 配方法先根據前面這兩東西來配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 S3-4S怎麼配 好 把-4除以2 -2 所以說這時候可以配成 A-2的平方 行不行 A-2平方 乘開自己 S3-4S加4 所以說 當你把這東西 配成這 A-2平方的時候 後面多一個幾 加4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這邊要加 -4 是出來了 所以說配出來自己 A-2平方 再加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知道 令它為0 可見 AK自己2 AK只有2代代進去之後 Y會等於幾 1 所以說頂點桌標就自己 2 1 好不好 什麼叫21 代表 代表說當 S等於20 Y會等於幾 1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我們先把頂點桌標算出來之後 你看一下 第一小題 他說 AK借1到-20 求最大值最小值 怎麼算 麻煩你齁 我們畫出來理解好不好 這時候老師畫一個拋物線出來 好不好 前面正號 開口槽 3 有沒有看到 頂點桌標算極 21 這樣行不行 好 根據這個拋物線而言 老師可以知道 正常來講 對這個拋物線來講 這個頂點就是什麼點 最低點 對不對 所以說正常來講 對這個拋物線而言 當S等於20 它最小值就是1了嘛 但是 我這邊規定我 第一小題 AK只能借1到-1之間 好 AK等於1 在這邊 AK等於-2 在這邊 所以說 AK只能借1到-2之間 可見圖形只能借這一段 這一段 有沒有看到 借這一段的時候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最大 最小 是剛好在這邊了 需要你這個頂點了嗎 不需要了 對吧 所以說 這時候最大值最小值 剛好就是這兩個端點嘛 想請問行 所以說 求最大值最小值怎麼算 你直接把這兩個端點 把S用1 S用-2 帶進去 這樣行不行 X用1帶 帶進去 1-4加5 帶物這個式子 老師算出來 y會等於幾 2 把X用-2帶 帶進去 4加8 12加5 17 算出來 y等於幾 17 直接把這兩數字 比大小 比較大的 就會是最大值 比較小的 就是最小值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老師可以知道 當 S等於2的時候 y 會有最大值的事情 是7 當 S等於1 1的時候 y會有最小值的事情 2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好 寫到這邊 我們再看第二小題 再看第二小題之前 請老師建議 我把這邊移過一點 行不行 好不好 移過去一點 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小題 今天 AK接一幾 3到幾之間 -1之間 麻煩球 集大值 集小值 怎麼算 一樣 我們先把這 跑步線圖形大概畫一下 今天這 跑步線圖形 開口 散 0點做到自己 21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一樣 你看一下這題 他說 AK只能接三到幾之間 -1 AK是13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AK是-1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 圖形只能接 這一段之間 有沒有看到 好 在這一段之間 是你觀察一下 這時候 你看一下 在這一段 有沒有看到 最大值 不是他 就是他 最小值 是不是在這個頂點上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老師問你 這時候求最大值最小值 怎麼算 所以說你看一下 最大值 不是在這 就在這 是在這 這兩端點上面 最小值在這頂點 對吧 那怎麼算 麻煩你這時候 把這兩端點 把 AK是用幾代 三代 和 AK是用幾代 負一代 還有勒 這頂點坐標 AK是幾 把這三個點 帶進去 比大小 是不是就出來了 對吧 因為最大值 不是在這邊 所以最大值 一定是這兩個 其中一個 最小值 是在這個頂點上面 所以說 就把這兩個端點 三 負一 還有頂點 AK是幾 二 把這三個 帶進去 比大小 好 AK是用三代 帶進去 九 減十二 負三 加五 算衰 Y自己 二 把AK是用負一代 帶進去 算出來 Y就是幾 十 把S用二代 帶進去 算出來 多少 Y就是幾 一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把這三個 比大小 這最大 就最大值 最小 就最小 十 所以說 寫答案 當S等於負一十 Y有極大值 就是幾 十 但S等於幾 二十 Y有幾小時 就是幾 一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好 寫到這邊 問題來了 對很多同學來講 老師 要畫圖 畫這個圖形 對很多同學 是一種障礙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 這樣很難算 好好好 有前面這個觀念之後 老師告訴大家 以後這種題目怎麼算 會比較簡單一點 比如這麼複雜 還要去想圖形這些 來 我們先把這些清空 好 以後 我們看到這種題目 直接來 二是什麼線 拋物線 對吧 只要碰到拋物線 麻煩你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怎樣 先把頂點桌標算出來 好 所以說你先把頂點桌標 去把它算出來 好不好 老師之前不多說 因為剛才都介紹過了 行不行 所以說第一個 你先把頂點桌標算出來 算出頂點桌標之後 來第一小題 AX能借1到幾之間 負2之間 所以說 求最大最小是怎麼算 只要借這段範圍之間 麻煩你 以這兩範圍為基準 把S用1代 S用負2代 檢查 我頂點AX2 我頂點了AX4幾 2 這個2 有沒有借這兩個數字之間 沒有 沒有就不用去理頂點了 知道嗎 那很多朋友說 老師 那我幹嘛算頂點 你不算怎麼知道 這頂點沒有在範圍之內 你要算的才知道嘛 知道嗎 所以說這時候 你把頂點桌標算出來 算出來的時候 請問說AX能借1到幾之間 負2 檢查 頂點有沒有在這段範圍之內 沒有 所以沒有這時候 直接把這兩個 把AX用1代 AX用負2代 帶進去 去把Y算出來 算出來 最大就最大值 最小就最小值 就直接寫答案 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行不行 那第二小題 AX3到負1之間 基本上 只有範圍的 以這兩範圍為基準 把AX用3代 AX用負1代 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檢查 頂點這個2 2 2有沒有借這段範圍之內 有沒有 有 所以說這時候2 帶進去 把頂點的AX用2 帶進去 三個去怎樣 比大小 三個把AX帶進去 去把Y算出來去比大小 最大就最大值 最小就什麼值 最小值 這樣都出來了 這樣兩角是意思 所以說以後不管 不管有沒有範圍 一定要先算頂點 行不行 算出頂點之後 再去檢查 好不好 檢查是怎麼算 麻煩你 碰到這種範圍的 先帶入範圍 先把這頂點帶進來 檢查頂點 我們在範圍之內 沒有 沒有就不用理他 頂點我們在範圍之內 有 有的話就直接3個 去比大小 這樣搖腳是意思吧 可不可以 好 所以說麻煩你 把這題 整理一下 這樣可不可以 OK 好 我們來看看這一題 有 他說這邊一個二次函數 他說 s等於20幾小時是3 求A加B怎麼算 在算這題之前 我們先回顧一下 我們之前 都是給一個二次函數 這樣去求最大最小值 對吧 而這題 倒過來 他告訴我最大最小值 麻煩你把這題目單做 AB找到 這樣行不行 怎麼算 來我們複習一下 前面給一個二次函數 求最大值最小值 怎麼算 麻煩你先算什麼 先算頂點座標 對吧 頂點座標怎麼算 先把配方 怎麼配 配方法是領導係數是幾 扶2 麻煩你先提出扶2 行不行 把這題提出扶2之後 這邊剩幾 這邊剩下 s-6s加5 再把這邊配方 配成多少 這邊配成 a-3平方 後面再加幾 23 是出來了 所以 令他為0 可見 ak就是幾 3 但這邊是0的時候 y就是幾 23 所以頂點座標就是幾 3 23 是出來了 有這個觀念詞 我再看這一題 他說 sm-20有幾小值是3 可見告訴我 這個幾小值就是什麼點 頂點 對不對 所以說 告訴我頂點座標就是幾 2 3 這樣行不行 好 我算到頂 我找到頂點座標 是要求f s 那怎麼算 把剛才我用步驟 倒過來去想 怎麼想 有頂點3的時候 對吧 這邊配成a-3平方 這邊寫23 記得尾巴再加幾 23是出來了 所以說 麻煩你 把這邊配方怎麼配 一樣 先提出a 行不行 所以說 寫成fs0幾 a倍的多少 有2 麻煩你先寫 有2 麻煩你把它寫成 a-2的平方 行不行 在後面的地方再加幾 3 是出來了 之後 把這邊乘開來 得到s平方 減4s加4 行不行 之後把a給乘進去 得到s平方 減4s加4a再加3 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麻煩你把ab找到怎麼找 去對照一下 告訴我這個a和a有沒有一樣 有 有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這-b會等於-4a 也就是b會等於幾 4a 再 這兩個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4a加3會等於幾 11 這樣行不行 8 一塊加3一塊 減3變幾 8 4a等於8 所以a就是幾 2 s2再進去 可見b就是幾 8 出來了 那今天要求多少 求a加b 把這兩個相加 所以加起來 答案就是幾 10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好麻煩你到這邊 先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